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應疫情 實施的暫停逼遷禁禁令已於9月30日結束 但加州的租金援助計劃依然開放 合資格的租客申請後可預防面臨逼遷遷危機 華協中心與安老自助處週五再度聯手合作 在華埠花園角活動室開設臨時服務中心 提供租金援助申報服務 當免協助有需要的租客和業主填報申請表 當日的服務大約幫助到55人 華協中心房屋輔導部主任雷東燕表示 不少的租客誤以為租金援助申請必須在9月30日前提交 這是誤解 目前加州租金援助計劃無限期 有需要的市民仍可以繼續申請 雷東燕丁竹市民 符合資格的話 成功申請援助金只是時間問題 最重要還是願意踏出第一步來申請租金援助 有需要的租客應該盡早申請獲批以防止被迫遷 若然受到業主的迫遷騷擾 可以向華協中心或亞洲法律聯會尋求協助 華協中心剛剛在YouTube視頻平台 放上視頻教學 在YouTube上搜尋 租客篇、業主篇如何填寫加州租金援助申請表即可 華協中心和安老自助處 合作協助申請加州租金援助計劃的諮詢服務熱線為 415-742-2735 星島中文電台記者龍宇寧報道